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巴勒的一些羊果的过程 我们要怎么去修枝 其实当巴勒长果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些动作 让它可以让长出来的果 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发展 其实当巴勒结了一些果 我们要做一些修枝 然后这些修枝呢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家的巴勒已经开始结果 然后我们有看出其他的枝条 都没有开花了 都没有结性的果 几乎它已经长出一个相当稳定的果 然后我们现在会筛选 像我们看这边 这里 这几个 现在像这几个的话 我们会做一些筛选 比如说如果在长果的时候 可能会从这边或者这边没有 这边有花 我们先留下来 然后这边 有一些小小的 有可能性没办法 结果 或者结果之后 它的质量也没那么好 我们就是把这几个枝条 剪掉 这里 会剪掉 虽然是一些小细节 可是我们还是要剪掉 这样子 让养分集中养这几个果 然后这边 我们再等它 再长出这花来 再把这个地方 这边还有两个花点 先等这两个花点 长出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芽点要拿掉 旁边这里 我们有看到哈 这几个哈 要 让这几个果长 比较大 零星的一些小枝条 我们就是要剪掉 就留这几个而已 同样这边也是一样哈 这边如果没有 让它继续开花 我们也可以哈 剪掉哈 让养分集中养 这个 像这里 一样 长出 这个小芽 再拿掉 让养分又分三道 这几个果来 我看三四 这个两样的巴勒 我已经做了绣枝 我看 这边哈 现在养分 几乎都集中 再拿几个哈 哈 这里要出出现些哈 害虫去破坏 其实 这个的话 我们只能哈 只能 啊 做一些套袋 或者使用一些农药 像我看 这这两个哈 我再给它 做个哈 剪掉 这样子 这花点这里哈 我就不想让它再长 其实呢 这几个果 我们留下来也可以 可以留下来 它的果就会 比较小了哈 所以我选择就是会 留中间再大 好 好 这样子 好 我看 这边来 那这边呢 我们要 让 这个 啊 开花 我们要给它 做一些剪 剪枝 好 咬 这两个果 看 先这几个哈 大概会这样子 大概会这样子 我们再剪掉 让 其养分都 挤到 这一集的果来 这样子 然后这边哈 我们 看这里 因为这几个枝条 还没有开花 所以我们会 剪这样子 然后这边 又长出 这几个嫩 它可能没办法 从这几个开花 我们 就给它做个 亚裔开花 我们要剪这里 让它从这边 几个枝条 要 长出 花芽 巴勒的花芽 我们要将些 才可以给它 做出花芽 所以想让巴勒开花 我们一定要会这样剪 零性的牙点 我们再 这样剪 这边 这边是果点 我们就不说了 可是这边我们 会做一些处理 让它可以长出花芽来 花芽的话 它可以从这边 长出 那么一点点 这个芽点长出 这芽点长出 它会一起带花来 这样 好 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先分享到此而已 再见咯